第608集 走得了吗 就在季瑶说话的功夫 方平如同幽灵 陡然闪现 一刀斩杀了一位六品武者 人头落地 季瑶 敢和我方平作对的人 都死得差不多了 你们也不例外 这一刻 方平嚣张无比 就在他们前方千米虚空傲力 你们追不上我 而我 可以随意猎杀你们 哪怕两个七品中断 也得死 姬瑶 后悔吗 姬瑶脸色铁青 一言不发 几位七品武者 也不追杀 全是警惕万分 守护着姬瑶 蒋浩还在 来不及去七品御班救兵了 姬瑶看了一眼身边的那些六品武者 喝道 全部分散 分头撤离 没用的 前方 方平笑咪咪道 哼 走不了的 这些人太慢了 我可以一一猎杀 更简单 而且入口处 我的人都在守着 你知道的 干掉你们这些人没问题 你想如何 神兵 交出你们所有的神兵 以及生命精华和其他的一切 我可以不杀你们 姬瑶冷冷道 你做梦 哼 抱歉 我自从成了武者 再也不做梦了 方平咧嘴笑了笑 抹了抹脖子 淡淡道 猫抓老鼠 你们也许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场景 不过你们也不需要知道 我在前面等你们 等死吧 除非交出让我满意的东西 要不然都得死 话落 方平消失 姬瑶脸色难看 喝道 你到底是谁 方平 魔物方平 记住了 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 得罪了我方平 到底是多大的错误 混蛋 姬瑶暴怒 是你先杀我的 你杀我 我报仇 你居然有脸说 我得罪你 混蛋 暴怒之后 姬瑶已经感应不到方平的存在 看向身边几位七品武者 半赏才到 不能分开 那就一起撤 他没有灭杀我们的实力 殿下 一位七品中断武者 马上到 要不让大家分散开 吸引他的注意力 我们几位护送殿下离开 此刻 这几人也有些慌了 阿比多死了 这出乎他们的预料 对方能杀阿比多 就能杀他们 他们死了没事 姬瑶不能死 姬瑶眼神冷立 摇头道 本宫既然带大家一起来了 不会抛弃他们 走 去找封卿他们 恶统领失踪 如今方平要对我们出手 唯有封卿他们 才能抵挡方平 王战之地 还有强者 天之王庭 还有两位高段 两位中段 六位初段武者 加上他们这边 两位中段 两位初段 十四位统领及强者 真要会合到一起 方平嚣张不了多久 大不了 逼迫封卿他们 护送自己一行人出去 方平难道敢截杀 这支队伍 姬瑶要找封卿 几位七品也都点头 如今 只有找封卿他们合作了 要不然 他们现在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原本他们很自信 可恶统领一去不回 说是失踪 几人都明白 大概是陨落了 要不然 恶统领不会不管殿下 独自离去的 姬瑶寻找封卿一行人的途中 方平几次现身 神出鬼没 有时候潜藏在地下 有时候躲在河流中 抱取袭杀 这一次 姬瑶尝到了封灭声的滋味 进入王战之地的第一天 方平也是如此对待 封灭声那群人的 他们避都避不开 人多了 能量就强 气息就强 方平能感应到 他们的移动方向 他们却是无法发现 方平的行踪 几位七品 根本不敢离开姬瑶 哪怕姬瑶不在乎 命令几人袭杀方平 几人也是不动弹 死了一些六品 也不能让殿下出事 哪怕殿下有 同归于尽的手段 可那是死亡之后的事了 现在还没到必须死的地步 百来人的队伍越来越少 九十人 八十人 这一路 方平爆起多次 一出现 就是大量的死伤 姚命王庭的那些六品武者 现在人甚至崩溃动摇 独自离开 可就算如此 很快 这些人的头颅 都被扔了回来 方平 你小子当刺客有一手啊 恢复了的蒋浩 没找方平 而是沿着姬瑶他们 离开的方向追了过来 很快方平自己找了过来 看到远处被方平杀得警惕万分 众人团团围住姬瑶的队伍 蒋浩也是意外万分 这小子真行 方平倾笑道 如今真正对我有威胁的 也就七品高段武者 中段武者虽然我杀不了他们 可他们 也别想轻易斩杀我 只要不被围住 无法逃脱 这些人杀不了我 来个四五个中段 我还有些麻烦 现在就俩 他们还得防着你 哪敢追杀我 那现在怎么办 他们好像在找风清那些人 妖枝王庭的七品可不少 方平手中 陡然出现了一个圆珠 蒋浩一眼认了出来 摇头道 未必管用 就算有用 最好也别用 用了 你我也跑不掉 方平微微宁眉道 这玩意儿没用吗 不是没用 当然 也难说 里面封藏的 只是一缕本元气 未必能引动混乱本元道 真的引动了 那你来不及跑开 爆发的话 覆盖范围很大 那就是废物 也不算废物 要不你找个人 去引动一下试试 不要命的那种 方平摸着下巴 看了他一眼 蒋浩原本还带着温柔笑容的脸庞 忽然僵硬起来 你看着我什么意思 老子虽然不怕死 可以不想干这种事 赶死队的任务 你找别人去 那我隔着老远 当暗戏偷袭他们 他们自己肯定会打碎珠子 这总行吧 那要看他们傻不傻了 有没有威胁 其实能察觉出来 你丢出去 破坏力不会太强 三品都伤不到 这时候 没打碎 那就亏大了 这玩意儿很珍贵的 绝点的本元气 说实话 也就那家伙陨落了 要不然 任谁也不会 把本元气乱丢的 嘿嘿 卑躬蛇影就行 方平笑了笑 又道 大概会覆盖多远 起码三千米以上 不然你跑不掉 对了 你离我远点啊 丢的时候 记得让我离开 蒋浩急忙提醒了一句 方平瞥了他一眼 你这么怕死吗 我还以为你真的不怕死 感情也只是个纸老虎 怕死的 就不是真变态了 之前还有些防范他抱起伤人的方平 倒是少了几分担忧 不是真变态 喜欢虐杀人 那就是装强者了 这家伙指不定心理上自卑 又想装得强大 所以才选择了虐杀武者 小时候是不是被人尿过脑袋 方平心里判断了一下 准备回头问问蒋胖子 蒋浩十有八九 有自卑心理 外表强大 内心软弱 说不定还有女装癖 虐杀女武者 也许是 极度人家美貌 呸 真变态 方平有些不寒而栗 下意识地拉开了和蒋浩的距离 这家伙不是变态 也是变态了 没再理会蒋浩 有蒋浩在 方平杀人更简单了 隔着老远 蒋浩爆发气息 方平突袭杀人 那些武者跑都不敢跑 七品武者更是一点追杀的意思都没 这两人都在四周围着 追杀这个 另外一个就抱起杀人 分开追杀 那小心自己被杀 机遥众人都是能量光柱冲天 想要引出风轻几人 这些人到底在哪 王站之地不小 也没那么容易就碰到了 而在这期间 方平有时候不现身 而是隔着老远 随便丢一些东西来杀人 尽管未必能杀人 可一些弱者往往会被重创 在这种煎熬下 连续死伤数十人的情况下 机遥众人 总算看到了风轻那群人 看到风轻那群人的时候 机遥甚至有些想哭的冲动 原本他把风轻这群人当敌人 现在却是有股见到救命稻草的感觉 他自己不怕死 他也判断方平不敢杀他 可带来的人死了这么多 也让他不是滋味 恶必义呢 风轻看到机遥一群人的时候也是震撼万分 恶必夺呢 和他同杰的恶必夺不见了 天命王庭这边狼狈不堪 人人带伤 还少了一些人 不知道是死了还是离开了 机遥恢复了冷静 看了一眼人群中一脸阴沉的封灭声 忽然感觉好受多了 我起码没封灭声那么惨 自己惨 别人更惨 这就是幸福 这一刻机遥释然了 心里舒服多了 恢复了高冷 开口道 恶同领失踪了 蒋浩 方平 会合了 方平 秦凤卿一脸茫然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人 就是蒋超 他话音未落 远处忽然有人笑道 老子不是蒋超 刚刚被杀得跪地求饶的女人 别嘴硬了 老子没有绝点长辈 就是个普通舞者 照样杀得你们跪地求饶 这女人刚刚跪地求饶的样子 脱衣要现身换命的样子 你们没见过吧 伴随着风轻几人出手 方平早已消失 只有声音在空中回荡 混蛋 本宫没有 姬瑶怒不可遏 他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风轻见他脸色难看 也不多说 实际上 他也知道不可能 不过知道归知道 大家都知道这事是假的 风灭声却是冷笑道 难说 做没做 反正又没人知道 知道了也不敢说 你找死 风灭声此刻也恢复了之前的高傲 冷笑道 姚基 现在是你们在求我们 你被杀了 与我们何干 真以为我天职王庭 是你们的附庸皇朝 你死在了蒋超手上 和我们可没关系 你 怎么了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风灭声那是极尽嘲讽 之前 这妖女多嚣张 现在呢 还不是被杀的来找他们求援 他这么说 风轻也不说什么 他们和姬瑶本就不是同属关系 之前方平拿姬瑶威胁他们 姬瑶这妖女可是坑了他们一次 那时候王战之地人还多 加上姬瑶让人出去报信 可能会引发误会 现在姬瑶死了 也和他们无关 局势到了这地步 谁会相信是风轻杀了姬瑶 当然 他也不会杀 姬瑶身上有本源之力 杀了他也得死 不过姬瑶这边还有四位统领 如今大家的敌人一致 他也不介意联手 击杀了蒋超 想到这儿 风轻插话道 他到底是蒋超还是方平 姬瑶冷哼道 不知道 这是风灭声传出来的 风轻看向风灭声 风灭声脸色难看到 别相信他 他就是蒋超 湛王后裔 要不是湛王后裔 复生之地 会出现这样的舞者 现在他想混淆视听罢了 不管是方平还是蒋超 都要杀了他 风轻说了一句 现在他也懒得追究身份的问题了 很快 风轻看向众人道 如今蒋浩和方平会合 蒋浩实力不弱 之前你们不愿意联手 导致恶同龄陵陨落 现在既然会合了 姬瑶殿下 与统领几位 必须要听从我的安排 我们要保护殿下 他们不敢杀姬瑶 你们如果不愿意 那请离开 我们不会带着一群累赘 风轻也不客气 不愿意出手 那要你们干嘛 四位统领实力不弱 干掉蒋超都有戏 姬瑶确实不含糊 沉生道 好 虎同领他们 听从你的安排 还是殿下明示力 风轻笑了笑 迅速道 那虎同领你们几位 加上木鹤 木兰 你们六人杀蒋浩 追杀蒋浩 两位中段 四位初段足够了 而他们两位高段 两位中段 四位初段击杀方平 只要不为他跑了 必死无疑 十四位统领联手 还杀不了这两人 就在姬瑶那群人 寻找方平他们 准备围杀他们的时候 方平一脸惊讶地 看着面前的姚成军 真突破了 怎么这么快 方平有些难以置信 这才几天呢 这就突破了 至于姚成军找到自己 那倒是很简单 他这些天 一直没把子母感应器 收入空间 就是为了让他们 能找到自己 可姚成军居然 真突破了 还是出乎方平的预料 此刻的姚成军 真的成就欺贫了 姚成军开口道 方平 你该去遗迹 找找机缘 你可能小觑 这里的遗迹了 姚成军脸色有些异样 轻声道 之前大家一直说 在这里突破很快 可具体怎么快 说得不明白 现在我懂了 到底怎么回事 遗迹中有什么 姚成军脸色有些复杂 半赏才道 我不知道 方平一脸无语 你逗我 你刚刚说你懂了 现在说你不知道 你耍我 姚成军也有些为难 想了想 组织了一下语言道 怎么说呢 之前其他人说的不清楚 大概也是如此 这几天 我进入了一处遗迹 进入之后 我发现 发现好像不在王寨之地了 也不是遗迹 我记得进入的是一处 破损的小宫殿 可我进去之后 确实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是哪 只知道不是宫殿 是一处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 在那里充斥着大量的 无缘精神力 无缘精神力 方平诧异道 什么叫无缘精神力 就是 没有本缘之力 不携带任何无者气息的 纯粹精神力 姚成军考虑了一下诱导 对 就是如此 不存在任何本缘气息 或者无者生命本缘的精神力 你要知道 我们这些人的精神力 都携带自己的印记 离开本体 也就消散了 不可能把精神力当成能源一样存储 可内力 的确充斥着大量的无缘精神力 很浓郁 浓郁到我修炼了一会儿 精神之门 封闭速度几乎是以往的千百倍 在那儿我没修炼多久 精神之门就封闭了 精神之门封闭之后 我的生命之门 说呀 暂时先不说这个 我的生命之门本就是封闭的 这次也是直接跨过了六品巅峰阶段 在我封闭精神之门之后 很快我就直接做到了精绪合一 然后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七品镜 就这么简单 对 方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有些无语 你是说 这股无缘的精神力 可以帮你迅速封门 不止 还能帮我增长精神力 姚承军开口道 我现在的精神力 比刚具现的时候强大了很多 感受到了 好像比我都强了 有些不可思议 你进入遗迹后 到了哪儿了 又怎么出来的 不知道去哪儿了 出来 我一突破 就自动出来了 遗迹外面 不 遗迹没了 方平满脸呆直 你到底在说什么 遗迹没了又是什么鬼 之前张鹏也没说进去之后 遗迹就没了呀 还有 其他人虽然可以快速突破 可都是进来好几次 姚承军也太快了吧 我